長天撲地 主要駕駛駛的建築 作詞集以後 李山那個地滑地 它是一個很大片的地滑地 李山地滑地是相當規模比較大的 因為它是比較複合型的 那個湊複雜的 然後那個規模也大 这一块地一直在移动在崩塌 所以这种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这种调查 我们很难去知道说 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动 而且那种崩塌地都非常大 你也不可能用 现在用人为力量去把它停止 不滑动不可能 但根据目前的区域计划法 临山几乎全区都是浓木用地 这边看得到这一大片 这个这边是临山的市区 跟它主要的街道所在 外围这边的话 全部是农木用地 这边的地滑的范围 其实一定圈得出来 因为都有在监测 那你圈出来之后 那块地你就不应该再继续是农木用地 甚至你可能不是林业用地 你是应该比照右边这边是 要把它变成保育用地 像在国土法里面 就会把它讲得比较清楚 你有地滑充实的情况 你就是要划进国保一 国保二里面 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圈化出来 密集开发的梨山 每年的农业产值高达数十亿 但地质破碎程度严重 1990年因为连续降雨 导致梨山地区地层滑动 造成梨山宾馆 博明旅馆 公务局车站等重要建物严重受损 横贯公务宜宜兰支县路级坍塌 交通中断 首度揭开此处的地滑危机 后来大规模进行水保工程 兴建许多排水廊道 以现代工法排除地下水 困住了地滑危机 但经费动辄上亿 然而至今地滑范围仍有230公顷 每年平均变形达10到12公分 那种方法上来讲 只是一个暂时说 让我有排水 让你这个梨山这个移动 碰塌 速度慢一点减缓一点而已 你看它已经做了 还不是在滑 又不是说它已经饿死了 它已经不动了或怎么样 那当然是有效 不是嘛 它只是说让你那个 所以让我花那种钱 你看10亿 10亿千村绰绰有余 从这张比较大比例词的地址 应该是算地形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地质调查所在这几年 公告的三邦与地滑地质敏感区 看起来就分布得非常密集 在这个地方 它有这些的条件 发射潜在大规模崩塌 就是说它存在一些条件 但是它不一定说在明天就发生 它可能也许几十年几百年发生 所以当你开发的时候 碰到地质敏感区 你就要去做地质调查 地质安全评估 所谓潜在大规模崩塌 是指面积大于10公顷 深度大于10公尺 或者是土石崩塌的数量 超过10万立方公尺的深层崩塌 在大理山很多地方的风险 恐怕跟在八八风灾中 被淹没的小邻村不相上下 只是当地除了农业开发的问题 长年难以处理 近年山头上又出现更大的隐患 那这些红色的点是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些露营的点 那露营区也在这里 看更清楚两个相关性 很多的露营区可能都位在地质敏感区的旁边 或是直接位在地质敏感区上 每一个红点都是一个危险 地调所在八八风灾后 耗费十几亿 调查全台山区各地 有大规模崩塌可能之处 总共列出了100多个点 而露山就是其中规模最大 也是开发最密集的危险区域之一 这块地如果是林业用地的话 基本上它的主管 它主管法就会是森林法 那它要找林郑主管机关 就是林物局 那这边的树如果被人家铲掉去挖个平台 你怎么会在那边不声不响 而这个东西事实上地方政府也需要查报 如果这个不做 其实只会让国土计划将来实施的时候 有更大的烂摊子 这山坡地是不是有烂肯滩子 那这些东西我们考虑到说 如果它们是可能破坏了水土老师 相关的一些状况 那有可能对国土保育来造成通道危害 所以我们有拟了一个草案 保护以后我们就会搬出去 那所以有机关来分享 水保法等待修正 国土计划法尚未落实 台湾山林的管理到现在仍是一笔成鹅烂账 毕竟超限利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违法开发的面积到底还有多少 什么时候会发生大规模崩塌 都没有人知道 然而所有末端的水土治理 每年的茶器 水保的工程 或许都只是一拖待变 只有正式灾难 学着跟山林共处 从整体的国土规划重新思考要如何合理开发 才能够让这山顶上的危机 变成未来减灾的契机